文章来源像是汽车 昔日的王者宁德时代 已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落 两年时间里 宁王的市值蒸发超9000亿元 跌幅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就连创始人曾玉群都被逼急了 拿出大量真金白银旧事 我们不禁要问宁德时代到底怎么了 一 从高高的神坛跌落 与许多行业大佬一样 曾玉群出生在疲寒农民家庭 依靠自身努力 通过学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曾玉群成为新能源领域的专家 2011年 曾玉群抓住新能源的时代东风 在老家福建宁德 创立了宁德时代 2018年 宁德时代上市 这家动力电池巨头 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下 2019年到2021年 其在国内动力电池行业施展率 一直都超50% 由此 宁德时代股价持续暴涨 2021年12月 一度超380元 市值高达16800亿 仅次于贵重茅台 可是从2022年起 宁德时代股价便进入了下跌通道 持续跌跌不休 进入2023年 宁德时代股价依旧毫无起色 在下跌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至今 其股价较年类高点 已回调约40% 年初至今的累计跌幅 近30% 是2023年市值蒸发规模第二大车企 在刚刚过去的四个月里 其市值蒸发了约4000亿元 如果将时间维度放长一点 宁德时代当前市值 约7200亿元 距离2021年巅峰时刻 已下滑约9600亿元 2. 增育群也被逼急了 股价不断下滑 市值离万亿渐行渐远 宁德时代在资本市场的颓势 把增育群都逼急了 2023年11月份 宁德时代宣布 赤资不低于20亿 且不超过30亿自有资金 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份 一方面是为了提振股价 另一方面也说明 宁德时代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宁德时代已根据计划 完成两次回购 总额超过9亿元 不过 回购并未能阻挡公司股价 进一步下跌的趋势 事实上 宁德时代的业绩依旧亮眼 持续正增长 只不过似乎碰到了天花板 想象空间正在变小 2015至2021年 宁德时代营收 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 分别为56%52% 而2023年前三季度 其营收为1054亿元 同比增长8.28% 增速创下三年新低 同期净利润104亿元 同比增幅10.66% 为过去六个季度新低 宁德时代 在国内动力电池的市占率 2022年跌破50%大关 滑落至48.2% 2023年前十个月 则进一步跌至42.76% 较2021年巅峰时期 减少了近10% 3.宁德时代到底怎么了 宁德时代市占率不断下滑的背后 是市场不愿宁王一家独大 作为朝阳产业 谁都想在新能源 动力电池行业分的一杯羹 国内的中创新行 国宣高科 义维李能 新旺达等动力电池企业 千方百计的蚕食其市场份额 还有整车厂商们 不愿意将自主权 长期放在宁王手里 不想给宁德时代打工 比亚迪 长城 蔚来 吉利 北汽 上汽 长安等 都早早开始布局动力电池 比亚迪福迪电池 长城风潮能源 不仅自供 而且还外供 风潮能源 更截胡宁德时代 斩获了宝马约1000亿的大额订单 国外的LG新能源 松下 SKON 三星 SDI等 也不甘落后 都在全球市场围剿宁王 除此之外 宁德时代在海外市场 不仅面对贸易战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外 而且还遭遇着欧美国家对中国动力电池产业 筑起的封锁围墙 例如 在美国通膨削减法案影响下 宁德时代选择曲线 与福特合资 在美国建厂 但即使这样 这项合作遭到了美国监管部门的多次质疑和调查 外界担忧 宁德时代在美建厂的计划可能会落空 将限制其 未来在全球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宁德时代 过去享受了盛世之下的春风得意 如今正在承担身处困局之中的低谷徘徊 没有宁王的时代 只有时代的宁王 宁德时代正处于十字路口 从补兴坚强 到浦博渊泉 曾育群与宁德时代都在转变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宁德时代要不断创新自研技术 加深自己的护城河 增强核心竞争力 持续完善产业链延伸计划 不断拓展海内外版图 如此才能抵御各种风险 博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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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